各位,俄乌衝突 打了整整一個月 俄羅斯是2022年2月24日出兵 今天已經是3月25日,所以已經打了一個月 拜登終於去了歐洲 沒有去戰場,不會去烏克蘭 最近去到烏克蘭旁邊的波蘭 看看他去到波蘭時會否幫波蘭解決難民問題 現在我們未知 他這次非常勤力 一飛過去就連續三個峰會 首先第一個峰會就是北約 跟北約軍事說多 然後找七個小魅人G7 我們就去開了G7峰會 接著先做歐盟的峰會 其實就是七個小魅人決定後 告訴歐盟做甚麼 第一件事先搞定就是軍事先 所以先做了北約 接著就是G7 接著就是歐盟山 連續峰會 峰會完之後走去波蘭 我想坐下看看 然後喝口水 讚一讚波蘭接收難民 接著就逐一聲走 會否答應收多少難民 這個天曉得 不知道 這個就是後話 我等他們去到那裏再說 而開完北約自然要有些聯合公佈 聯合公佈 他自己親身來答一些問題 公佈的細則 這篇文章會有的 所以我給大家看 不讓我把他的細則那篇文章描出來 先看看這篇文章 是一個齊潛的文章 就是拜登在北約峰會之後 舉行記者會 就說中國經濟未來 和西方緊密聯合 而非俄羅斯 這個是真定是假 大家想一想清楚 內文又說 已經抵達了歐洲美國總統 行情悶悶 他們那邊時間 24日 我這裏已經是25日 三個會議 一個接一個 我只和大家說了 接著在新聞發部會上 他直言認為 應該將俄羅斯驅逐出20國集團 但也同時補充 這個由G20集團集體決定 他無法說事 已經有很多聲音 G7那邊也想趕俄羅斯走 記住 本來G7集團應該是G8 但趕走俄羅斯變成G7 中國不進去 所以中國在G20那邊 在G20那邊 中國美國兩國 所以到底俄羅斯會被趕走 我猜機會甚未 而他就說 準備趕走俄羅斯 找烏克蘭代替 我覺得到時可能 也有一個新的烏克蘭代表 變成G21 而代表烏克蘭也可能 但是普京的人都還未頂 這個我不知道 第二個 他再次說明 美方立場不希望中國援助俄羅斯 但強調這不是威脅 劉森 他強調不是威脅 但就說 要確保中方了解這個動作的後果 那是否威脅呢 大家自己想想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了 他的商務部長就說 如果中國有企業 向俄羅斯輸出電腦用的芯片 那這些企業就將會關門大吉了 因為他要將這個企業打死為止 是否你可以做得到呢 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 他現在 拜登很明顯 就不敢好像他們那個商務部長 說得那麼絕 他就說這個不是威脅 不過 不過不過 他認為相較於俄羅斯 中國經濟的未來 和西方更加緊密相連 我仍然是希望 全世界不會將那個市場 撕開幾塊 而他就想連中國拉過去他那邊集團 完全孤立俄羅斯 但這件事中國不會做的 因為 你趕狗入窮項是有問題的 他不明白這些道理 所以 中國和俄羅斯繼續保持經濟聯繫 這個是必然事實 不能斷 至於你主動 直覺上想中國 和西方更加密切聯繫 亦都不是問題 中國可以 但問題就不是 一個只可以選一的選項 中國兩個都選 繼續保持和俄羅斯的經濟聯繫 亦都保持和西方的經濟聯繫 這個就是中國的做法 他這樣說 他是希望中國是二選一的 但很明顯 我們不會這樣聽 這裡我剛才說了 他就在北約峰會裏 說了些事情 都是幾個原因 北約的一個軍事組織 都是幾個原因 他希望增加對烏克蘭的援助 軍事部署 成員國軍費上升等等 他希望所有成員國軍費上升至老闆之宜 換句話說 亦都在割韭菜 軍費上升至老闆之宜 之前要向美國買軍備 所以又是穩陣 所以基於這件事 他這次也是繼續割韭菜 另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在這裡說 就說如果俄羅斯用生化武器 北約將會做出第一時間的響應 這個完全就是射鑊手法 俄羅斯找到你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 軍方的生物實驗室 將它拿出來 為了射鑊手法 他就說 我們沒有 他說沒有 然後就說 你要留心俄羅斯使用生化武器 這個 大家明白這件事說什麼 這裡再強調一次 要不要威脅 威不威也好 我想中國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不需要理教 這次此行目的 其實也是想搞團結 大佬過來 安撫一下 然後乘擊又再 臨走之前 拿炸金銀銅鐵走 我覺得這次是這樣 飛過來 搞了一天 辛苦了 一天之內 連續出席三個峰會 辛苦 但是 我覺得這些峰會 大家嘻嘻嘻嘻 大部份的事情早就說好了 現在只坐在一起 大家多次 所以 沒什麼大用 而這次 走過來之後 叫那班弟弟 增加軍費 增加軍費 然後派些軍在這裡 這些動作有用嗎 我不覺得有用 這純粹是 割西方的 割歐洲的九彩動作 其實歐洲更加應該坐下來 想一想 是不是北約組織 應該可以解散 而歐洲自己 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重新把歐洲這方面的秩序 整合在一起 整一個歐洲軍隊出來 如果常期這樣教美國的話 你只會好像現在這樣 一次又一次 給美國割韭菜 割韭菜 沒有辦法 現在 美國仍然是拿著那班 弟弟的頸 走不掉 但是 長遠來說 我覺得歐洲正確的做法 真的要被美國控制這件事